并您对治习气 念佛欲得一心 必须发真实心 未了生死 不畏得世人 为我真实修行之名 念时必须字字句句 从心而发 从口而出 从耳而入 一句如是 百千万句 亦如是 能如是 则妄念无由而起 心佛自可相弃已 正 父周群征书 念佛时 不能恳切者 不知说婆苦 极乐乐耳 若念人身难得 中国难生 佛法难遇 净土法门 更为难遇 若不一心念佛 一气不来 定随树身 今世之最重恶业 堕三途恶道 常接受苦 了无出奇 如是 则思地愈苦 发菩提心 菩提心者 自立立他之心也 此心一发 如气受殿 如药加流 其力甚大 而且迅速 其消业障 增福慧 非平常福得 善根之所能比喻也 正 父臣会超书 念佛 要时常做将死 将堕地狱相 则不肯切 意志肯切 不相应 意志相应 以不苦心念佛 即是出苦第一妙法 意志随缘消业 第一妙法 正 父永家某居士书 六 念佛 心不归宜 由于生死心不切 若作将被水冲 火烧 无所救援之想 即将死将堕地狱之想 则心智归宜 无需宁求妙法 故经中旅云 思地狱苦 发菩提心 此大觉世尊 最切要之开示 其人不肯真实思想耳 地狱之苦 比水火之惨 生无量无边备 而想水冲火烧 则悚然 想地狱 则泛然者 一则心力小 不能详细其苦事 一则 轻眼见 不觉毛骨 悚然耳 正 至包师贤淑 此佛号时 杂念纷飞 此事多知多见 心无正念之现象 与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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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相不限 唯专心痛念自己 将欲命中 唯恐极度恶道 立志念佛 了不起他种念头 九则 自可成亲 三 父丁谱敬书 今信得此 大丈夫身 又闻 最难闻之 净土法门 敢将有限光阴 为身色获利 消耗殆尽 令其人就 虚声浪死 人父沉沦六道 求出无其者乎 只需将一个死字 此字好得很 挂到鹅炉上 凡不宜贪念之境 现前 则知 此无知 获汤炉炭也 则断不至 如飞蛾复火 自取烧生矣 凡愤 所应为之事 则知 此无知 出苦此行矣 则断不至 当人故让 见义不为矣 如是 则沉浸 即可作 入道之源 岂必 并绝成缘 方堪修道乎 正 傅林波某居士书 人在世间 不能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者 皆由妄念所致 经于念佛时 急作以死 未往生想 于念念中 所有世间 一切情念 细皆智之度外 除一句佛号外 无有一念可得 何以能令如此 以我一死已 所有一切妄念 皆用不拙 能如是念 必有大意 三 父诸仲华书 初心念佛 未到清正三昧之时 谁能无有妄念 所贵心肠绝躁 不随妄转 欲如两军对垒 必须坚守 己之成锅 不令贼兵 稍有侵犯 后其贼意发作 即迎敌去打 必使正觉之兵 四面合围 必比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彼自巨祸灭种 即相帅归降矣 其罪要欲拙 在主帅不昏不堕 常识心心而已 若已昏堕 不但不能灭贼 反为贼灭 所以念佛之人 不知色心 欲念欲生妄想 若能色心 则妄念当渐渐轻微 以至于无耳 鬼云学道犹如 守进城 奏房六贼 叶欣欣 将军主帅 能行令 不动干戈 定太平 正赴徐彦如 亦如书 向外持求 不知返照回光 如是学佛 疏难得其实意 孟子曰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一意 入学佛 而不知习心念佛 于儒教上位时尊 况佛教乃真实习心之法乎 即至心不令外持之谓 编者静住 观世音菩萨 反闻文字信 大师至菩萨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金刚经 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不助色身相畏处法 而行不失 乃至万恨 心经 照见五蕴皆空 皆世人 即尽世心之妙法也 若一向专欲博览 非无利益 乃业障未消 未得其意 先受其病矣 正 赴马契西书 三 修行之要 在于对治烦恼习气 习气少一分 即功夫近一分 有修行欲力 习气欲发者 乃指之依世相修持 不知反照回光 刻出己心中之忘情所自也 当于平时 欲为提防 则欲尽逢源 自可不发 躺平时 适得我此身心 全属幻望 求以我之实体实性 了不可得 既无有我 何有阴静阴人 而生烦恼之事 此乃根本上 罪切药之解决方法也 如不能地了我空 当依如来 所是五庭心惯 而为对治 五庭心者 以此无法调停其心 宁心安住 不随静转也 所谓多贪众生 不静惯 多称众生 慈悲惯 多善众生 属习惯 于此众生 因缘惯 多葬众生 念佛惯 正对治称慧等意 在凡夫地 谁无烦恼 须于平时 欲先提防 自然欲尽逢源 不自触发 重发 亦能顿起绝躁 令其消灭 起烦恼境 不一而足 举其圣者 为财色 与恨利 宿端而已 若知无异之财 害圣毒蛇 则无灵财 苟得之烦恼 与人方便 究竟总归 自己虔诚 则无穷极患难求救 由习财 而不肯之烦恼 色者 众对如花如玉之贸 常存 若子若媚之心 众是娼妓 亦做事想 生怜悯心 生肚脱心 则无 见美色 而动欲之烦恼 夫妇相敬如宾 是妻事 为相继 祭主之恩人 不敢当作 彼此行乐之欲惧 则无寻欲灭身 及妻不能欲 子不成立之烦恼 子女从小教训 则无 五力亲心 败坏门风之烦恼 至于 恨力一端 虚声怜悯心 明彼无知 不予计较 又做自己 前生成脑害过比 今因此故 遂还一宿在 生欢喜心 则无 恨力报复之烦恼 然上来所说 乃俯顺出击 若久修大事 能了我空 则无尽烦恼 西化为大光明障 正 赴高少林书 四 人苦日在烦恼中 尚不知是烦恼 若知是烦恼 则烦恼便消灭已 心本是佛 由烦恼未除 网作众生 但能使烦恼消灭 本具佛性 自然显现 见正边 赴原文存书 譬如窃贼 任作家人 则所有家财 惜背彼窃 若知是贼 彼即逃去 今不念不存 刀不磨不利 不于烦恼中经历过 一遇烦恼之境 便令心神思索 能视得比 无神势力 其发生 牢扰心神者 皆无自取 经云 若知我空 谁受傍者 经历之云 若知无我 烦恼何生 古云 万静本贤 唯心智闹 心若不生 静智如如 三 赴陈飞 清书 三丈者 即烦恼障 业障 暴障 烦恼即无名 亦名为祸 即是于理不明 即贪嗔痴也 忘记各种不顺理之心念 欲灭各种不顺理之心念 先须了知 世间一切诸法 西皆是苦 是空 是无常 是无我 是不敬 则贪嗔痴 三毒 无由而其矣 见山边 与泄荣脱疏 业即由 贪嗔痴 烦恼之心 所作之 沙盗淫等恶事 顾名为业 其业已成 则将来 必定要受地狱 恶鬼 畜生之 三途恶报也 三 赴灵德禁书 贪者 渐静而兴起 爱药之味 欲戒众生 皆由淫欲而生 淫欲由爱而生 若能将自身他身 从外之内 移移地关 折弹剑够汉剔 法毛早此 骨肉浓血 大小便利 臭桶死尸 乌如清澈 随于此物 而生贪爱 贪爱既息 则心地清净 以清净心 念佛名号 如干受和 如百受采 以因地心 弃果地绝 事半功倍 利益难思 正 对之称惠等意 对之称惠等意 称心 乃素事之习信 今作我以思想 任彼刀割相图 于我无干 所有不顺心之尽 作以思想 则便无可启称意 此机如来 所传之三昧法水 谱喜一切众生之结业者 非光自出心财 望说也 正 父求配亲书二 所言称心 乃素事习信 经济之 有损无益 以一切事当前 皆以 海阔天空之量 容纳之 则现在之 宽宏习信 即可转变 素生之 扁载习信 倘不加对之 则称习欲争 其害非浅 正 父求配亲书一 称心义起 愚人无益 愚己有损 轻易心意烦躁 重则甘目受伤 须令心中 常有一团 太和元气 则疾病消灭 福寿征从矣 正 对之称惠等意 愚痴者 非为全无知事也 乃指 世人于善恶经缘 不知 皆是树叶所遭 现行所感 万为无有因果报应 及前生后世等 一切众生 无有会目 不是直断 便是直长 直断者 为人受父母之弃而生 未生之前 本无有物 及其已死 则行迹朽灭 魂意飘散 有何前生 及予后世 此方居须之如 多作此说 直长者 为人常为人 处常为处 不知 夜由心造 行随心转 古有 及毒之人 现身便舌 及报之人 现身便虎 当其业力猛力 尚能变其形体 况死后生前 是谁夜迁之转变乎 是以佛说十二因缘 乃贯三世而论 前因必感后果 后果必有前因 善恶之报 获福之灵 乃属自作之寿 非自天降 天不过应其所为 而主之耳 生死循环 无有穷疾 欲父本心 已了生死者 舍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 不可得也 贪嗔痴三 为生死根本 信愿行三 为了生死妙法 欲舍彼三 须修此三 此三得利 彼三自灭已 正对之称慧等义 所言俗悟纠缠 无法摆脱者 正当纠缠时 但能不随所转 则即纠缠 便是摆脱 如尽照相 相来不惧 相去不留 若不知此意 重令秉除俗悟 宜无事事 仍然皆善忘心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学道之人 必须素未而行 尽己之分 如是则终日熟悟纠缠 终日逍遥物外 所谓一心无助 万境俱贤 六成不恶 还同正觉者 此之未也 正赴徐彦如 亦如书 于令真知显现 当于日用云为 长起绝照 不使一切唯理倾想 赞蒙于心 常使其心 须鸣动策 如尽当台 随尽应现 但照前进 不随尽转 言吃自笔 于我何干 来不预计 去不留恋 若或唯理倾想 稍有蒙动 即当言以公志 搅除宁静 正 了凡事迅序 众生一念 与佛无二 由迷而未悟 则全智慧得相 呈烦恼业苦 心本是仪 迷雾书 则苦乐意义 是之一念心性 本是智慧功德海 由烦恼脏毙 无智慧照了 则全体 呈烦恼业苦海 今以智慧绝照之 则即烦恼业苦海 呈智慧功德海 故华言经云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正德 若离妄想 则一切智 无外智 即得现前 三 父成非亲书 心之本体 与佛无二 故佛令人念佛 以佛威德神力之智慧火 烹念凡夫 夹杂烦恼获叶之佛心 必比烦恼获叶 细节四善削弱 为留清净纯真之心 方可谓心即佛 佛即心 未到此地位说 不过是其体性而已 若论相 事相 与用 利用 则完全不适宜 三 父周成会尽书 念佛 一氧气调神之法 一参本来面目之法 何以言之 无人之心 常识纷乱 若自成念佛 则一切杂念妄想 细节 渐渐消灭 消灭 则心归于一 归一 则神气自然冲畅 辱不知念佛 祢不知念佛习望 其尘不知 其尘不知有多少 乌中之尘 由日光显 心中之望 由念佛显 若常念佛 心智清静 孔子慕 遥顺周公之道 念念不忘 顾 顾见遥于羹 见顺于墙 见周公于梦 此常识意念 与念佛合意 佛以众生之心口 由烦恼获叶 制成染污 以南无阿弥陀佛之鸿明圣号 令其心口称念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念之久久 夜宵至朗 藏尽服从 自心本具之佛性 自可显现 正 父逢不救书 圣人 遇天下永太平 人民长安乐 特作大学 以示其法 开章集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然明德 在人各自聚 犹无刻念 省茶之功 则明德 被幻望私欲所必 不能显现 而得受用 其明知之法 在于刻念 刻念之功夫次第 在于修身 正心 诚意 制之 格物 物者和 即随尽所生 不合天理 不顺人情之 幻望私欲 非外物也 由此私欲 固结于心 则所有之见 皆随私欲 而成偏邪 如贪明 贪力者 知之有力 不知有害 竭力迎为 或致 身败名裂 爱妻爱职者 知之妻子之好 不知妻子之恶 养成祸胎 或致荡产灭门者 皆由贪与爱之私欲 所致也 若将此不合情理之私欲 格除静静 则妻子之 世事非非自知 明吏之得之以道 不须淫缘望求已 此物质 先要是得事 幻望不合情理之私欲 则其格除 乃异意识 否则尽平生力 不耐彼合 众读尽世间书 也知成得一个 依草父母 随波足浪汉 甚以 私欲之物之祸 大也 若知此物 事无人生死愿佳 绝不令彼 暂存无心 则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 正知显而意诚 心正 身修 顺流而倒 势如破竹 有不其然而然者 人皆可以为遥顺 人皆可以作佛 以一切人名 各具名德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其不能为遥顺 不能作佛者 皆由私欲固毙 不奋刻念之功 遂至从节至节 随私欲转 轮回六道 了无出奇 可不哀哉 然专以格志为训 不以因果相辅而倒者 或难奋发大心 立志羞耻也 续 标本同志陆续 辱年二十一 能师能闻 乃树有善根者 然须谦卑字幕 勿以聪明教人 欲学问广博 欲绝不足 则后来成就 难可测量 续 父有有为书 明十年 光至南京 为梅孙 系汉林 十年六十 为光曰 佛法 某也相信 佛也肯念 诗之文朝也看过 就是吃不来素 光为富贵人 习气难忘 君欲吃素 其俗读文朝中 难寻放生池素 以其文先说 生佛心性不二 赐所历劫互为父母 兄弟妻子 眷属互生 互为怨家对头互杀 赐饮饭网 嫩言 嫩且经文为证 熟读生诗 不图不忍识 且不敢识意 见习哲法会法语 当硕硕读 自不能吃肉食矣 此系八月十二日化 至十月 比六时生成 恐人情有爱 往金山过生日 回家及长树矣 续 附着人居士书 世人 于衣时共生之物 惜之预备 不致临时失措 而关于身心性命之事 不但不知欲修 且以人之欲修者为吃 而以己知 四智重情 知行迎杀 唯有福 唯有志 不知世间 盲农阴雅 残废无医之人 与牛马诸羊 或为人服役 或从人口负者 皆此种 自以为有福 有志之人 所得其福至之 真实好报耳 三 父阳中圣书 如记之性情暴力 当时时做 我事事不如人想 众人负我德 亦当作我 负人得享 觉自己对一切人 皆有愧作 欠汗无以 则暴力之气 便无由生矣 凡暴力之气 皆从傲慢而起 既觉自己处处抱歉 自然弃哪心平 不自我慢 共高以灵人 三 父好至稀疏 佛法要义 再无执着心 若欲先存以死执着 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 便寒磨胎 若心中空空洞洞 除一具佛外 便无一念可得 则数机有得已 三 赴明道法师书 自知路 唯引人入魔 自己可恶之魔化 上海罗继同居士 得此路 十印一千本送人 丁桂桥居士 欲未广布 领继同寄光一包 桂桥自己作书与光 其为作序 以其广传 光阅之 不甚精益 即将原济之书 完全寄予桂桥 即曾此书之祸 以初心人 率皆不在 一心至诚意念上用功 而常欲见好境界 躺一见此书 以急切之狂妄心 常做此念 避之引起 数世愿家 未现彼所目之境 即乎一见此境 生大欢喜 愿家随即附体 其人即丧心病狂 佛意不奈何彼矣 三 父礼少还书 色欲一事 来举世人之通病 不特忠下之人 被色所谜 及上根之人 若不战精致辞 前提再念 则亦难免不被所谜 事官古今来 多少出格豪杰 雇足为胜为贤 只有打不破此官 反为下于不孝 肩负永度恶道者 盖难胜数 嫩言精云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辱修三昧 本出尘劳 淫心不除 尘不可出 学道之人 本未出离生死 苟不痛处此病 则生死断难出离 即念佛法门 虽则待业往生 然若迎席故节 则便与佛格 难与感应道交矣 欲绝此祸 莫如见一切旅人 皆作清想 愿想 不敬想 清想者 见老者 做母想 长者 做子想 少者 做妹想 幼者 做女想 欲心众胜 断不敢于 母子妹女边 岂不正念 是一切旅人 总是无知 母子妹女 则理智于欲 欲无由发矣 愿想者 凡见美女 便起爱心 便度恶道 常接受苦 不能出离 如是者所谓 美丽娇媚者 比杰者虎狼 毒舌恶蝎 披露霜震毒 列百千倍 与此极大愿家 尚有念念 着念 岂非迷踪 被人 不敬者 美貌动人 指外面 异成薄皮尔 若揭去此皮 则不忍见矣 骨肉浓血 始料毛髮 灵力狼藉 了无一物 可令人爱 但以薄皮所蒙 则望生爱念 花瓶圣分 人不把玩 今此美人之薄皮 不亦花瓶 皮内手荣 比分更慧 何得爱其外皮 而望其皮里之种种慧悟 慢其妄想忽哉 苟不占经前提 痛楚此息 则唯见其 知之美丽 至爱见入骨 不能自拔 贫述如此 欲其末后不入女妇 不可得也 入人女妇有可 入处女妇 则将奈何 失疑失疾 心神经部 然欲于渐静不其染心 须未见静时 常作上三种想 则见静 自可不随静转 否则众不见静 异地人妇缠绵 终被淫欲习气所付 故宜认真 敌除恶业习气 方可有自由份 正 傅勇将某居士输 无常为世间人民 十分之中 由涉欲 直接而死者 有其四分 见戒而死者 亦有四分 以由色欲亏损 受别种感触而死 此诸死者 无不推之于命 其知贪色者之死 皆非其命 本乎命者 乃居心轻真 不谈欲事之人 彼贪色者 皆自强其生 何可谓之为命乎 自若一命而生 命静而死者 不过一二分二 由是知天下多半 皆亡死之人 此祸之孽 事无有二 亦有不费亦 不劳为利 而能成至高之德行 想至大之安乐 以子孙 以无穷之福音 必来生 得真良之眷属者 其为借淫乎 夫妇正淫 前已略说厉害 今且不论 至于邪淫之事 无怜无耻 极慧极恶 难以人生 行畜生事 是以燕履来奔 妖姬献媚 君子施为 莫大之祸央而聚之 必至福耀造林 皇天眷幼 小人施为 莫大之幸福而纳之 必至灾心立子 鬼神诸禄 君子则因祸而得福 小人则因祸而加祸 故曰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世人苟于女色关头 不能彻底看破 则是以至高之德行 至大之安乐 以及子孙无穷之福音 来生真良之眷属 断送于恶寝之欢愉也 哀哉 正欲海回狂絮 聪明人 罪易犯者 为色欲 当常怀敬畏 切勿稍有 邪望之蒙 若获偶其此念 吉祥无人 一举一动 天地鬼神 诸佛菩萨 无不惜之惜见 人前尚不敢为非 况于佛天身言处 敢存邪笔之念 与行写笔之似乎 孟子卫 世俗为大 世亲为大 守属为大 守身为大 若不守身 重能世亲 亦只是皮毛一世而已 实则即是 见世亲之遗体 其不孝也大矣 故争子临终 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 诗云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 无知免福 未到此时 尚存战兢 争子且然 既无辩 既无辩 乎乎乎 富许书 庸书 凡有愤怒 淫欲 好胜 赌气等念 偶尔蒙动 急作念云 我念佛人 何可起 此种心念乎 念起即席 久折 凡一切 劳神损身之念 皆无由而起 终日由佛部 思义功德 加持身心 感宝不须时日 极见大笑 续 与胡作出疏 业障重 贪嗔胜 体弱心切 但能一心念佛 久知 自可诸及贤欲 普门品味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称慧于吃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之 念佛亦然 但当尽心竭力 无获一二 则无求不得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五